Hello大家好,我是Belinda,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你们应该也能从这个视频的标题看出来 在今天的视频里呢,以及在之后的一系列视频里 我想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记录一下 我跟天哥在新加坡第一次买房的一个经历 那我其实是想把这一次的第一次买房经历比较详细的记录下来 包括我们决定要买房,然后去看房,真正买房签合同 包括之后可能会装修这一系列的全部的过程 我都想把它比较详细的记录下来 然后也可以跟你们分享,给你们作为一个买房的参考 因为毕竟买房,尤其是买人生的第一套房 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 所以我觉得是很值得详细的记录下来 然后再跟你们好好分享的 那今天这个买房日记系列的第一期呢 我想来先跟你们聊一聊为什么要买房 以及一些买房的相关的事情 然后之后呢,我们因为最近有看中几套房子 明天我跟天哥就准备出去看房 所以也会把我们第一次出去看房的这个过程 我们把它记录下来 好,那首先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要买房 我跟天哥两个人其实都在新加坡住了有挺久了 天哥已经在新加坡住了15年左右 然后我也在新加坡待了大概5年多 除了大学的时候是在住学校的宿舍之外 其他的时间我们都是在外面租房子住的 租了这么久的房子 所以就非常了解就是租房过程中的各种各样子的 不愉快不顺心的地方 包括跟房东相处啊,跟中介相处啊 房子的条件啊,然后有些房东的一些要求啊 就是各种各样子的租房子的坏处 我们俩都已经深有体会 所以我们俩就一致的同意 能买房就一定要早早的先买房 那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 其实在新加坡租房子就是一笔非常非常大的开销 对于我们俩现在的生活状态来说 房租是我们的整个生活开销的一个很大的部分 解决这个住房问题是我们目前人生阶段的一个首要的任务 所以我们现在就决定把买房正式的提到我们的日程当中来 那这个是我们买房的原因 那然后再来稍微聊一聊我们准备买什么样子的房 首先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限制条件就是预算嘛 我们刚刚毕业,然后预算也不多 那对于我们来说的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价格不能太高 然后另外呢也是因为预算低的原因 所以我们买一整套房子可能会把其中的一个房间租给我们的朋友 然后从而降低一点我们俩还房贷的压力 所以我们同时也希望这个房子的地理位置不要太差 那我们最后决定的买房子的方向呢是一个位置比较方便 然后房间可能不需要太大 大概是三房式的房子 然后是一套二手房 那这些呢就是我们这一次选房子看房子的条件 那在之前的一个礼拜呢 我跟天哥都有慢慢的在网上看房 主要看的是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我之前有提到过的PropertyGuru这个软件 上面有很多的房源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网站叫做SRX 它是一个房源网站 然后它的优点呢就是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某一栋房子是在哪一年建的 所以我们是把这两个网站 结合到一起同时来看来找的房子 那我们现在有找到几个比较感兴趣的房子 然后我们约了房子的中介 明天呢我们就会去看看这几套房子 所以我就准备带你们跟我一起去 那我们明天看房的时候见 现在呢去看我们的今天要看的第一套房子 这房子在九楼 然后是有那种有外走廊的对不对 对 是三房式的 我们今天来看一看 我们已经看完了第一套出来了 因为屋主可能觉得就是比较隐私 所以就没有办法把里面的视频放出来 不过我们觉得这一套房子还其实还挺不错的 我觉得房子的格局还蛮好的 我就觉得光线不太好 尤其是客厅的那个光线不太好 把厨房敲了 你光线最好的地方还在厨房里面 再看看吧 我觉得其实一般 而且我觉得它的装修太好了 讲不下价 对 对 它的房子条件都还蛮好的 如果它那个里面装修差一点 说实话我觉得再便宜个两万的时候 是有可能的 反正我觉得其实一般 而且它就是那种 它虽然装修还好 可是你还是看不上 你还认为你还是得重装 对 你就白花钱买了一个稍微好一点装修的房子 可是你又不喜欢 那你还不如买个差的 然后自己去好好做 Hello大家 现在我们已经回到家里了 今天我们一共看了两套房子 本来是约了三套房子要看的 但是其中有一套 我们在路上就路过它 然后就看到了它 然后发现它就是正正好就在地铁的旁边 是不是 好了好了 然后那个地铁的声音真的还挺大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可能不太合适 就临时取笑那一个 只看了两个房子 今天看的两套房子 都是两个卧室的比较旧的组屋 房子的格局啊什么的 其实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它的整个的房型都长得一模一样 其实今天看完房子之后 我觉得是很有收获的 之前我们是只在网上 看到房子的照片啊 然后一些信息什么的 但是其实你真正到那个地方去看 就会发现很多 你可能之前忽略的问题 那现在我们有过 看过一两套房子的经验之后 我觉得其实对我们之后 找房子会更有帮助 就可能能更加清楚的知道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筛选过程中可以筛选到 更符合我们要求的房子 对 就能够比较有针对性的去找 就能看到一些可能会忽略的问题吧 所以我觉得买房子还是要多看一看 对 所以今天买房日记的第一集 学到的东西就是买房子要多看 对不对 对 那从今天开始的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我们还会继续的多去看房子 多去考察其他的房子 那在之后的视频里面 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 看房找房的心得 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帮我点个赞 然后记得点下面的subscribe来订阅我 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之后更多的买房日记系列的视频 好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我刚刚好像看那边了 不行再来一遍吧 我的口条有问题吗 还可以吗 那今天看了这两个房子呢 就是 然后旁边的 然后旁边的 然后周围也是一个非常老旧的小区 我们应该 我们应该最近还 我们应该最近还会去 我们应该最近还会再去多看一看别的房子 那我们应该最近还会再多去看一看别的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